今天上午一个新闻焦点是 副少李宗睿涉嫌下要性侵偷拍的案件 经过了一年之后呢 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上午一审宣判 性侵的部分判决18年6个月 李宗睿在现场听到的这个结果 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很意外 表情还算是看起来有点轻松哦 甚至看到大批的媒体记者到了现场 嘴型还做出哇那个样子 至于在偷拍的部分是3年10个月 合并执行22年4个月 民事赔偿的部分总共是1425万 不过呢他可以再上诉 戴着口罩遮住半张脸 李宗睿把头微微压低 头领上稀疏法量 因为剪了头发让前额看起来更加光秃 而他始终喜欢走暗色系 穿着一身黑色休闲服 双手上扣 手中还拿着一瓶矿泉水 缓缓走上球车 李宗睿会不会担心没中判 有没有信心 抵达台北地方法院 知道媒体拍摄李宗睿刻意加快脚步 这短短路程 他的心情很沉重 因为要面对的是一审宣判结果 为性侵害的部分呢 是被判刑应该要执行18年6个月 至于涉嫌偷拍妨害秘密罪 这个部分呢 总共应该要执行的是3年10个月 时间回到一年多前 李宗睿被前女友指控下要偷拍 一开始竟然无保释放 让李宗睿决定漏夜逃亡 夺在彰化陈美兰家中 意外扯出前女友Joyce 这名毒品同期犯也帮助李宗睿逃亡 半个月后 李宗睿自己打给检察官表明愿意投案 陈美兰也一同北上 双双落网后 隔天凌晨 李宗睿被收押近见 李宗睿似乎整个的申请算是比较轻松 比较自若 而且呢看到媒体的时候 还两度的不时的回头张望 来看怎么这么多人来关心这个案子 而且在一进来法院的时候 看到媒体的时候还发出了 哇哦 这样子的一个嘴型 李宗睿涉嫌下药偷拍性侵 被害女子多达34人 包括知名女魔和艺人 被建方加重求刑266.5年 合并执行30年 其中12人共向他求偿7500万元 但李宗睿只愿意一人赔20万 一共680万和解 如今法院判决 合并执行22年3个月 需赔偿1425万元 却对下药部分没有琢磨 这恐怕会让被害女子无法接受 将再提起上诉 争讯李宗生戴秋荣 刘世伟 吴宣三聚小组台北采访报道